耶稣洁净圣殿 从这个过程当中 耶稣提醒我们几件事情 一方面我们在来到神的殿 来到教堂 来到敬拜里面 在一个聚会当中 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整个的敬拜里面 次序要是对的 所有的焦点要在主的身上 焦点不能够模糊了 在整个的敬拜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被提醒 我的动机是什么 我也许在敬拜里面有很多的服事 但是面对这些服事 我的动机是什么 是为主 为人还是为自己 而在整个的侍奉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要记得 分别为圣 器皿 最重要的还不是它外面多漂亮 而是它里面干不干净 因为我们要成装神荣耀的作为 求主施恩与我们同在 最后耶稣在整个洁净圣殿的过程 也给我们示范了一件事情 就是看起来它好像有一个很强烈的 把他赶出去把东西推倒 但是它不是在情绪里面的 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在一个情绪当中 因为情绪 因为情绪里面 我生气了 我被激怒了 所以我做这样的事 因为在情绪当中的回应 常常是会过激的 会失控的 而且带不出真正的教导 耶稣做完这些事立刻教导 因为更重要的不是 他生气了把东西推翻了 而是告诉大家 我为什么这样做 不要让我们发了一个大脾气 结果呢 大家都搞不清楚 你到底为什么发脾气 以至于最后可能是 这个人情绪化 这个人脾气太坏 而学不到在那个背后 我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耶稣给我们很多示范 而接下来我们也要来看说 那么主要一个什么样的敬拜呢 如果我们说那些东西 比如说牛羊鸽子 焦点模糊了 次序不对了 这些是神不要的 神要的是什么呢 我读给你听 他说 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神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 我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 主要我们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 因此我到圣殿里面去 求主帮助我们 恩待我们 在圣殿里面很多人说 我们去听道 在神的敬拜当中 有神的话很重要 可是恐怕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我的心是不是对准神 祷告是什么 是跟主说话 我知不知道在敬拜当中 主在 主一直都在 求主帮助我们 在圣殿里面 这是主自己说的 在神的殿里 他更在乎的是 这里充满的是什么 人的讲话吗 工作吗 牛羊鸽 这个鸽子吗 不 主渴望圣殿里面充满的是 祷告 因此求神是恩 每一次去敬会 真的不要迟到说 讲到开始我来就好了 不是的 你是要去亲近神的 去祷告 这是神所喜悦的事 基督徒一生要做什么呢 做讨神喜悦的事 在圣殿里面 让圣殿充满祷告 这是讨神喜悦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